欢迎光临中正评测 最新的是给大家开箱这个联想的个人与NAS产品 有人对我们55块钱的背景不很有意见 这次赤字110块钱换来黑色的 这个开箱是我自己非常愿意去做的 因为双11期间我就在看了 我是非常需要这种NAS产品的 之前看的群辉的嘛 群辉最便宜那款应该秒杀价是1111 双和512吧 应该是双盘位其实对我来说还是够用的 1111价格也还行 但是我下手慢了 双11期间没买到之后就涨价了 涨价我就没想再买了 其他品牌其实我也不太相信 包括像联想这个产品 其实我也不是太感冒的 但是我研究了一下价格真的太便宜了 4核的CPU2G的运存 这个配置 然后首发期间4T版本的1299 太便宜了呀 我是在官网下单的嘛 我就自己以个人身份去买的 然后但是买了以后 我发现居然有人在开联想经销商会的时候 现场下单能够有999的价格 当然是限量的啊 完全也是以个人身份去买的 买了以后呢 我去联想开会的时候 厂家又送了我一个 这就尴尬了 送了一个还送了一个2T的硬盘 因为送的这个呢是无盘版的 是没有盘的 按照我正常的习惯呢 我是不可能再把这个给退掉的 买NAS呢 其实是我个人非常需要的 包括工作也非常需要 平常的视频文件非常多 有几百个G嘛 再就是各种设备各种手机也都是非常多的文件 需要去同步 再就是我们工作当中也需要去交流很多文件的共享 这点呢 对于公司来说 对于个人来说 这类产品其实都是有非常大的存在意义的 但是顾虑的呢 是产品的功能性能 包括产品的稳定性 都是有顾虑的 我们大家平常用的最多的 也是我个人用的最多的 比如像百度云盘 我上传是非常容易的 对吧 打开就行了 但是下载真是要命要命 这个产品呢 能不能解决我们的痛点呢 开箱再说吧 这个是包装盒的外观 没什么这边呢是他一些简单的介绍 我买的呢是4T的版本的 把它打开 很难拿出来 里面有厚厚的电胶 4T硬盘版的 这边是放硬盘的 这边是放他这些供电啊 线啊 螺丝啊 螺丝刀啊 这些附件的 这是随着机器自带的一个吸收的蓝盘 4T128缓存吧 应该是5400转 在淘宝上单独买的话 应该是899到999之间 所以说这个机器非常滑的来 保修有点不一样哦 这个序列号在吸收官网是查不到的 只能是把这个给联想去保修 联想的保一年 但如果说正常的一个吸收的行货的硬盘 应该是保两年 自带的网线大概在1米2的长度 这是一个36瓦的一个电源设备器 100螺丝刀和一些螺丝 这是机器本体 这是顶部 白色 前面一个指示灯 背后reset 然后两个USB3.0 一个千兆的网卡口 一个电源 这边是底座 底座呢 有比较软的这种胶垫 上面的有一层膜 把它回复开 摁 打开 这边是二维码 可以去 这个呢 是硬盘的仓位 硬盘的仓位有两个 里面哦 隐隐约约是可以看到里面的电路板 用电筒照一下 里面可以看见风扇 还有电路板 还有电路板 上散热片 还有接口 这块硬盘的比正常的硬盘要厚一点 我们把它拆开 然后装进去 接触电路板之前啊 一定要去摸一下什么金属的部件 然后去放下电 所以2.5英寸的硬盘 它的螺丝孔位都是标准的 我们对照的去装上去 也就意味着你正常的一个笔记本硬盘也是可以装进去的 包括你们正常的2.5英寸的固态硬盘也是可以装的 称下体重790克 没有装硬盘还 包括这个支架也拿下来了 这个拖架上写的B这边有B 那我们按照他这个有一个导轨的槽 我们按照这个槽的位置给插进去 OK了 这里写的A 我们按照这个A的位置也插进去 也就OK了 但是你们要注意啊 这个SATA硬盘的接口啊 它是有寿命的 有插把次数的尽量少插 少插把看说明书要下载两个软件 我先下载要安装两个软件 一个数据守护者一个智慧联想 然后扫描他上面的二维码绑定这个设备 绑定设备的有两种硬盘模式 一个双盘 把它合并成一个盘去用 一个呢 是把它组成热的的模式 那肯定容量优先啊 那就选下面这个 他提示要格式化 那没问题 这是一个新的硬盘 说一下网络 这个网线连着一个签到交换机 签到交换机下面 同时还有一个电脑 是我日常使用的 那马上可以模拟一下 这样不会受到一些瓶颈的干扰 提示需要更新固件的更新啊 电脑端的软件下载挺费劲的 你需要去敲这个完全的这个网址 而不是说有一个超链接 你去点 这是一个图片 不知道怎么想 下载很快 他只是一个100多兆的文件 那新建一个文件夹 我们来设置一下啊 找到一个你需要去传的文件夹 点选一下 他就开始传了 现在速度是二十二十几兆每秒 我又从我的电脑的固态硬盘上 去传文件上传 现在速度还是在二三十兆这样 我几百季的文件上传完 可能需要挺久的 再从NAS下载下来 现在速度在五十几兆到六十几兆这样子 软件的有一个公共空间 公共空间 你可以去传一些文件 然后让你的这个设备的多用户 去分享这个文件 我刚刚试了一下 用户必须要管理员去邀请他 扫码扫这个手机上的码才能添加用户 然后用户的区隔也是可以做得到的 比如说你现在点的这个图片里面什么都没有 对吧 但是公共空间刚刚上传的一个图片 这已经可以看得见了 就他可以看到公共空间的这个图片 我在NAS上面插了一个U盘 现在点一下外部存储 可以看得到他这个P1里面的文件 都是可以看得见的 包括这个用户也是可以看到这个外部设备的 点开 都是可以看得见的 在模拟什么呢 我是外网 如果说我在外面不用这个不用这个WiFi 那我和这个设备已经不在一个内网里面了 刚才后台也退掉了 那现在再打开现在用的是流量 那对吧 此刻呢 我不在办公室也不在家 那我在外面使用的流量点开空间 2018素材 2019素材 都是可以看得到的 看一下速度是怎么样 这是200多兆的一个文件 我们点开它 迅速迅速迅速就打开了 真的很快很快 这里呢 是可以看到这网速的 他其实后台还在下载 现在六点几兆或者三点几兆每秒 这个速度已经非常不错了 假设你在外面 你需要给给公共空间去传一个文件 给大家去看 那我先点上传 它提示非WiFi 那我们确定看一下速度是什么样 三十几兆 现在上传的速度是不到一兆的速度 800多K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公共空间 我们点开它 现在就已经可以看得见了 三十一点几兆 这样是可以模拟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需要给公司的同事去共享文件 可以用这种方法 给父母啊 或者说给亲人去共享一些文件 也可以用这种方法 多用户的隔离 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那比如说我每一个设备 都用每个设备的内容 对吧 那也有它每一个设备产生的一些数据 这里还有相册备份 视频备份 通讯录备份 和其他的一些设置 包括又是否用流量 这点呢 其实iPhone备份其实挺麻烦的 这个是256的一个iPhone10 里面的内容差不多有200G左右 到现在我没备份完 那如果说可以用这种方法来备份的话 那其实对我是非常有意义的 文件分享的 我刚刚看了一下 可以从我的分享里面 从这个设备里面去共享文件夹给他 那你会在这个里面 在我的收到的共享里面可以看到到 那这些文件 是他共享过来的一些文件 这点对我极其有意义 那我会把这个设备也注册一个账号 然后设置一下自动上传 并且 那我会把他的这个上传的文件夹 分享给这个设备 我的主设备 那我就可以在主设备上看到他每天发的货 再假设你是一个在外地的一个30岁左右的一个年轻人 你呢会有小孩 你会去拍些小孩的一些视频照片什么的 你分享给老人 你以后呢也可以用这种公共 公共空间的方法去去分享 你传到这个里面 然后老人呢点一下这个数据守护者 然后点一下公共空间 就可以看到你所有的这些小孩的一些记录啊等等等等了 包括你如果说带小孩在外地玩 也可以把这些文件啊传到这个公共空间 然后老人也可以在家里用这些去看 就刚刚讲话的过程中啊已经上传了900 970几个图片 然后300多个视频了 估计今天一天这些能够上传完 但pc端有一个小问题 就我不能用这个用户登录 然后管理他的这些文件 是看不到他的文件的 我的需求呢是通过这个主用户 管理所有设备的文件 另外呢电视的功能 我这边是没法试的 办公室这边是没有电视的 出了一个小问题 刚才我点一下这个微信的备份啊 微信备份文件太多了 那这个软件崩掉了 整个设备呢格式化以后是3.6 3.6T 那我现在已经用了30G了 这个手机上应该有有200G左右的文件 这个手机上也应该差不多有100多G 呃 再加上其他的一些七七八八的那4T 肯定是车输有余够用的 大家比较关心的离线下载啊 离线下载可以用种子也可以用链接 但是啊 嗯 种子其实下载是比较麻烦的 链接下载是比较方便的 那这点呢可以用电脑去完成 我们选择了一个种子文件 这样叫做抄体那啊 离线下载成功啊 确定可以在离线任务里面去去可以看见任务列表 呃 还没开始进行中不确定是不是种子原文件的问题下载速度是比较慢的 大家应该知道啊 其实我们用iPhone的时候备份数据是很麻烦的事情 用iTunes呢 太慢 而且会报错自己直接考呢 同样是太慢也同样会报错 那现在用这种方法去备份的话 其实是我觉得非常好的 现在已经34G了 图片已经完成了1972了 视频已经完成了700769了 到现在还没报错 这样的话 我可以把所有的设备 所有的文件全汇总到我这个云盘上 但是唯一我可能比较担心的是这个云盘的安全性的问题 包括这个他的他的质量的问题了 现在设备应该是满载工作的 7.7.3瓦 算笔账7瓦乘以24小时 再乘以365天 再乘以1000 那么是61度 61度电正常人的家庭是五毛钱左右 那就是30块钱左右一年的费用 现在44分贝和环境的分贝值是差不多的 再看一下温度 2028度顶部 28度环境温度是20度 把顶盖打开以后 最高的温度应该在40度左右 42度还是蛮高的 现在风扇在满速 56分贝左右 看明白了吧 基本上彻底解决了我的使用需求 先讲缺点 电脑端没有去自动同步的功能 这个是一个巨大的缺点 外观呢 其实不需要做这么好看 这也是缺点 其实我的希望是什么呢 四四方方的盒子 最好是深色的 然后可以放在什么地方 看不见他的那种感觉体积和外观的 其实我是没有要求的 但是他体积做的过小 外观做的过于像夸他了 其实不是夸他 其实没必要做那么漂亮 因此能带来一个巨大的损失 就是这块硬盘2.5英寸要比3.5英寸要贵很多 台式机的蓝盘 秀数据的3T和笔记本的两T价格是差不多的 都是400多块钱 剩下基本上都是优点了 体积很小 你把它放在任何地方 只要有网线 只有有电源就可以彻底忘了他的存在内网的速度 其实一般般在三四十兆到六七十兆之间 这个速度呢 很取决于内网网线啊 网络设备的速度 这点需要把内网的设备啊 网线啊等等等等 全部整理一遍去升级一遍 才会提高他的速度 外网的速度 这点我是非常满意 非常满意的 比百度语音这些要强太多太多了 噪音虽然小 但是能听得见 建议大家放在某个计较干了啊 功耗功耗可以忽略不计 可靠性方面 吸数硬盘肯定是OK的 但是如果说你非常重要的数据 那可以组两个两个两期 如果说你对容量要求不高 两个两期合并为一期一期啊 其实对大多数人来说 肯定是够用的 纯数据嘛 热的一以后啊 两个一期其实合并起来是一期 他会做一个大宝做一个备份 如果预算OK 买两个两期也是可以的 对于预算有限的人群啊 其实买一个一期也是OK的 一期对于正常人来说 肯定是够用的功能方面就太符合我的需要了 那基本上账号是隔绝开的 20个账号 我刚才看了一下 20个账号就足够足够我去用了 隔绝开以后用户可以相互去分享文件 也可以分享文件夹 另外还有公共的去 最后啊 你插USB的设备 USB设备是对所有人共享的 而且真的彻彻底底的解决了我的iPhone的备份的问题 iPhone备份大家都是痛点 另外不管电脑端还是手机端 我都没有找到付费的功能 这点大家可以自己理解了 他有百度云的按钮 嗯是可以跟百度云同步的 但是我这个容量 我不确定可以 可以把整个百度云的我的内容给覆盖掉 而且我的百度云盘啊 有太多和我现在的文件所重复的 那我也就没有去同步他安全性方面 他的账号呢 是注册联想的账号 可以注册20个整个这个设备 那么一般来说是可以够全家人去用的 并且账号和账号之间是隔绝开的 你不去分享不去主动的分享是别人是看不到你的文件的 有公共区域公共区域是必须你去再传 别人才能看得见的 客户单软件的有两个 其实只要装一个就行 对于老人来说可能会有学习的成本 配置不需要说什么的 四核的CPU 两接的运行内存相应的1200块元左右的群辉 应该是的双核的CPU 512兆的内存就是价格价格的首发的价格 4T版本是1299 这个价格再不会有了 现在是17991299这个价格非常无敌 无盘版的现在是999在京东和官网的价格 我们呢 我们的网店是850 然后呢 会再做一张券100块钱 这样算起来就是750 750这个价格 我觉得还行了 如果你手上有2.5英寸的硬盘插在这个无盘版上 马上就可以用了 另外因为他支持20用户 那其实应该叫小企业云 或者说家庭云而不是叫个人云 最后的是心态 他呢肯定是比不上那些价格很贵的 然后可以达到万兆的那些那些那些呢 如果用固态硬盘可以达到两三百兆以上的内网的速度 但是他能够给我们带来是什么呢 是外出以后非常棒的体验和我们在家庭内和企业内的一些文件共享的一些痛点 对于真正的生产力人群 我就不建议用他了 最好是花一个大几千块钱买一套好的每一期开箱的我们都有开箱产品的折价 那这一期搞不定了这一期呢 这个是我自己在官网买来自己用的刚才下午已经同步了好几百机的文件进去了 那就拿这个原封的没拆开无盘版 无盘版呢就按照按照599吧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在淘宝的首页搜中正评测官方店可以找到我们 或者搜中正评测NAS也可以找到我们 一百块钱券呢可以在公众号领 但是呢这个599的是没有一百块钱的 下面会尽量快的去做光影精灵锐龙加成1660泰的这个版本机器的开箱 还有这个这个是什么哦 这个是红旗的风鸟3 还有这个荣耀的荣耀的最新版的3500U的机器 再就是一个4000多块钱的DIY的开车的机器